歡迎來到今集的American Pie 今個月真的很瘋狂 短時間內有兩集的American Pie 因為剛剛 其實也不是剛剛 我好像已經結束了兩個星期 The Boys的Season 3 結束了 我們想快點說 因為不想洞廢每次 一說一些Superheroes的劇 或是戲 都要排到所有網台 最後那個來壓軸 所以我們今次快一點 雖然我們都慢 但是比平日早一點 今天的節目陣容有少少特別 雖然還有臥漫的 但是還有 阿朗 以及我們今集有嘉賓 Johnny Johnny大家可能聽 如果聽洞廢的其他節目 可能就沒有那麼認識 但是因為他還沒做過嘉賓 但是如果你聽過我們讀引的其中一集 我們都是摔角手 我有沒有說錯名字 我們都是職業摔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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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做了一集訪問 不是我是Thomas做的 不是我自己做的 我做了一集訪問 所以說說說這本小說 不過可惜我現在過了來英國 我沒有機會買到第二期 好 今集我們說The Boys的Season 3 阿朗可不可以稍微說說故事 你不記得嗎 我講一下 我記得那時候看到第二季 他的Hood很大 就是流了 首先有幾條線 第一就是Honglander 終於找到他的兒子 他又跟他相應了 第二季的一個轉線 然後還有一個最大的Hood 就是他有個參議員 那個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那個女生 現在去到後來 差不多是選副總統 一字好像這樣 是嗎 那個呢 去到第二季尾的時候 他就說原來他都有出行力 他的出行力就是 看著這個人 那個人就會爆頭 然後還要是 在社會層面上 就沒有人知道的 那去到最終 男主角之一的 Hewi好像 就跟了他 埋了他堆 直接打算做一些政治的手段 去控制那些Superheroes 最主要是這樣 我記得去到第二季 最後留給我們跟的線就是這樣 是 我想第二季和第三季中間 就 主要是剛才Johnny提到的 另外就是 因為Homelander 終於都認到他的兒子 然後呢 也看到Hewi 不慈善 Butcher的老婆 那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理論上 Homelander 是可以堆壞 Butcher的 但是呢 就留了個哭 究竟第三季 我們都知道 Butcher是不可能死的 究竟下了個什麼交易 令他不死呢 即是不死呢 於是也是第三季 其中的重點 之後呢 其實這個故事 就一直在發展 去到說 要消滅Homelander 或者消滅Roche 這個組織 有什麼辦法呢 那麼 原本各散東西 因為剛才Johnny提過 M&M&M&R 和法國佬 和 chemical 他們 沒有了兩個 叫做 所謂的大頭的人 那麼 因為 Butcher是失蹤的 他們有些 各自去做自己的事情 那麼 然後呢 去到第三季 就發現 有一種藥 原來就是 那種叫什麼 那種叫什麼? V,我忘了那個名字 Compound V Compound V Compound V 原來有另一種 就是用來發展成為24小時的版本 即它的能力只可以維持24小時 那這種Compound V 即短暫的Compound V 有做Volt 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我不用一定要發展所有人 成為Superhero 但是只要我有了這種短版 即短時間、限時版的Compound V 我可以將這些僱傭兵 銷售給美國國防部 但是又可以令到他們沒有那麼大威脅 因為你不用那個人從此以後就有超能力 那就可以長期地當作武器賣 即是一些損耗品賣給美國政府 即是他們的計劃是這樣 那好了 這個是一個劇本 另外Laprature他們始終都想殺了Homelander 但Homelander都槍不入 怎麼辦呢? 於是他們知道原來以前曾經好像有一件武器 是可以堆壞Superhero的 因為在 如果我記得是80年代 他在說的 是 惡搞這個Captain American的Soldier Boy 是曾經被一個武器消滅過的 於是這班黑暴特狗冊隊就走回到一起 因為他們 當Hewy知道原來剛才提到的選女副總統那個叫什麼? Vicky是嗎? Vittoria或者Vicky 是Vicky 原來也是超行力者的時候 那Hewy就知道 原來我以前一直都想著用法律的途徑 或者限制 或者所謂正規的途徑去搞這個 那個叫什麼呢? 那個叫什麼呢? 那個組織 是的 這個組織是不合 即是走不通 於是黑暴狗冊隊就走回 即是那班主角就走回到一起 那 傳聞這件可以殺到Homelander的武器 原來是在所謂的 現在的俄羅斯 即是當時的蘇聯 因為蘇聯被蘇聯捉走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Vicky他們就走了去蘇聯 那 誰不知呢 在一個 一個 情況下 就 釋放了蘇聯 而蘇聯 他 他除了有 就是所謂爆發這個 爆風和爆光 就是 他的超能力爆發 這個體內爆炸出來 他自己不死 所有人 其他人都死了 而 他這種能力 是同時間 是可以 消滅到 原本被注射了 Compound V的 一些超能力人士的 超能力 那 所以 KIMIKO在某段時間 是失去了超能力 於是 就成為了第三個 一個很重要的點 因為原來有他 只要找到Soldier Boy 走回去對付Homelander的話 Homelander 你就可以消滅他的 超能力 那你就有機會 他 這是他的概念 就是基本上的計劃 那 到最後當然是不成功 因為還有史新科馬 所以 沒有完成到這件事 那 大約的故事就是 Soldier Boy 雖然回到美國 也發生了很多事 引發了大爆炸 之後還有一些其他的內容 我們可能會說 但大約的故事是這樣 很不幸的就是 在我的角度 很不幸的就是 在第三季 我以為會什麼都搞定 因為你找到Soldier Boy 想著可以消滅Homelander 到最後 在Roch的大戰之後 Homelander 沒有死 而且帶了他的兒子 走了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Season 3的Ending 看完Season 3 我第一感覺就是 喂 好像你說的 沒有搞定到剛剛 我說的第二集 那些Hood 之餘 其實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我自己覺得 好像 帶多了Soldier Boy 這個人 是好看的 無論是演員和這個角色 但是你會發覺 其實有緣地踏步 還會繼續在這裏 你會否發覺 整群人在這裏 回歸原點 他沒有什麼推進 但我覺得Homelander 死不死 有沒有第四季 沒有什麼所謂 但我不是很滿意 他一至七集 其實都很好看 但到Season Final 就有些趕下班的感覺 好像硬是為了要 全員回歸 他跟他一起的理由 好像很薄弱 為什麼呢 他 好像無緣無故放下了一些成見 例如MM 整個劇都在說 The Boys本身就是 要以正常人的身份 去打低超能人 但是Heavy和Butcher 都一直有拍藥 到最後又不知道為什麼 都好像當沒事發生 總之 整個人歸隊 MM知道了 MM知道了 那個副作用了嗎 知道 阿斯拉 有告訴他們 對 如果你再隊 你就會死 我覺得 這個是 我自己覺得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MM 放下了這個 最後 原本他很堅持的項目 你也 以命相搏 那我還有什麼 我還有什麼很怪你呢 我會這樣想 如果我是MM 的話 我會覺得 我們本身都很堅持這一點 但是 既然現在你都 拍到不知道第幾針了 你知道了 第五針很嚴重的 那你怎麼辦呢 那我唯有跟你跟著一起上 我覺得這個可以是其中一個理由 那你怎麼看Fanchi和Chemico的歸隊 因為他有很大的部分就是說Fanchi 他經常說要離開 打算去看世界 現在最後又回來了 Sorry Johnny和阿樂有些回答 可不可以一個輪著說 好啊 阿樂先說 今季有很大的劇情驅動 就是因為Fanchi 過去是有個女的老闆 那他們跟Chemico 經常說 做完一段時間就離開 即是 吳熊博士一起做任務 即是要分道揚鑣 但去到最後又好像 因為Chemico 又想拿回能力 那之後就歸了隊 好像沒有什麼交代 他就說 為何不完成了 蘇焯波這壹事就走呢 又會繼續留下呢 他好像很沒有特意提 在印象中 嗯 阿 Johnny怎麼看啊 我覺得呢 其實就 即是 他很多線呢 在這一季都鋪了 譬如剛才你說 Ibigo 其實他交代了很多很多次 他是很喜歡法國佬 還有他今集呢 他人都很開朗 即跟之前那兩個是完全不同的 那但是呢 你會看得出他 如果你只這樣問我 我就純粹是覺得 他是 即是總之法國佬去哪 他就去哪 即是譬如他為了法國佬可以 明明已經 即是他覺得自己好像被cursed 即是譬如我有超能力 雖然很厲害 但其實我不想的 但是他有一期是 他發現到 原來我其實是可以沒有超能力的 但是他又同時發覺 如果我沒有超能力 我兒子就沒有人保護他 那不如我也是為了兒子 再拍多一針就拿回超能力這樣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 最後他們留下呢 是純粹因為法國佬想繼續留在那裡 即是 因為其實是這樣的 可能那個時序上呢 他 他 他最後那一幕呢 Bucha是最後才出現的 那他們當初埋班的時候 他沒有想過Bucha會回來的 他純粹是法國佬 Kimiko MM Yui 以及Starlight 他在那時候打算這個組合 那可能呢 這個陣容呢 就法國佬和Kimiko 就覺得OK 我們可以降落 但是誰知道去到最後一個時 連Bucha都來了 他們不能說了 去到那一刻 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事序上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 還有到最後 到最後為什麼 又再走回一起 和相信藥物 Kimiko給了他自己的答案 他就是說 以前我是被迫的 現在我是自願的 所以既然在有選擇之下 他認為有能力 而且 他覺得最 因為 還有他相信了本性的問題 因為他有很清楚自己解釋的 他就是說 我最初是以為 因為我打了Kimiko 所以我的人變成這麼暴力 這麼殘忍 但是原來不是的 對於這種 我會挖人搶 打破人的頭 這是我的本性 就是 他因為這樣 而知道自己真正是一個什麼的人 所以他覺得 Compound V 是有 其實他只是一種工具 他可以向好 可以向壞 我覺得他解釋得清楚 但是我覺得這一點 可以不同意 但是我覺得 最少他解釋得清楚 所以為何到最後 他們會歸隊走回一起 到最後 到最後 會參與 在整件事上 打第七 第八集的 Final Battle 我覺得Kimiko的內心 是捨得挺漂亮的 因為他一向是不懂得說話 但是我今季就特意加插 他懂得唱歌 還有一集有個 歌舞的條件 其實我 你能看得出他 其實我是 有個響望 會不會我沒有了 那個Super Power之後 就突然間會說話 我覺得他特意加這個歌舞 是加得很棒的 嗯 我也同意 我挺喜歡那一段 因為一來 他不會很特辣 因為The Boys本身那個 那個 那個風格 他不是純粹一種很嚴肅的風格 所以加這一段是不特辣的 如果你說加在一些 譬如打個比喻 我當你加在DC某些 某些劇集 那樣 我覺得會特辣的 但是在The Boys上 很適合他的風格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加得好過 遇上學院 我覺得遇上學院 因為他比較正經一點 整體來說 所以 當大家都要一起 即假如真的要拿來比較 我覺得是 會比較 相對來說 會比較 不是很適合用 但是我覺得 The Boys的風格 很適合 也不是很適合 你都會看到他們很適合 其實 但是 我比較 在這一季裡面 真的 即 如果頭一兩季 都還是Butcher 和Hewy 的話 今季就真的 Homelander由頭大到尾 我覺得他是主角來的 是 是 完全是寫著他的心態 的變化 但是我覺得很棒 即 這一季的他 比起上兩季的他 因為上兩季還是有很多 壓抑 在這裏 今季他真的忍不住 他爆了出來 你看到 他寫得精彩的是什麼 就是 雖然你看到他 他甚至不介意 不介意當眾 這樣吵架一些人 甚至乎 當著他的支持者 面前殺一個 他不喜歡的人 但是 你看到他的 那個叫什麼 那種神態 回到回來 但是他又知道 寫到給你們看 其實這種人 其實他整個內心 是很脆弱的 包括他跟總裁 即是那個黑人總裁 在那裏談 其實 我正在公司 你都不會搞 你自己是有能力 即是你自己是有超能力 其他所有的事情 你都不會搞 那麼他寫到他很多脆弱的一面 但是他永遠都要在 維護自己的面子底下去 即是令到這件事 用他的方式去行 結果是不行的 你看到那些股價都是下跌的 一間公司的股價是下跌的 你們怎麼看 其實現在去到最後 其實都發展到 基本上 可以當是他控制了Volk 因為他跟那個Vicky 那個參議員 現在差不多去選副總統 其實那個是跟他同流合污的 去到最後 即是大家拿了牌 就談判了 嗯 那我自己覺得 他會 他雖然不行 其實我一直都有一個移民 其實看第一季 第二季到第三季 那個移民就是 其實他這麼厲害 為什麼他經常都要這麼害怕 那些西裝有的呢 即是Ford那些高層 即開頭可能他是 因為我以前會第一季 我覺得其實Holanda 很在意別人看他的眼光 所以他經常 一定要在別人面前 是一個很好的先生 一個完美的人 所以才壓抑到他 其實他本身是一個 一個我們叫做PK 真是惡霸來的 或者是一個橫橫無理的人 但是他要在別人面前 顯示到他一個很好的先生 他不想這個假面具 在公眾那裡被人撕開 所以他一直去走一條 很虛假 但是他又很享受的一條道路 但是今季呢 最大的分別就是 他已經忍無可忍了 他在這個直播節目裡 在那裡罵夠觀眾 我記得他 但是呢 這個就是出奇葳 就是他發現原來 原來那些觀眾 原來是屌的 即是原來 我罵一罵那些觀眾 反而那些觀眾 會覺得我是 即是 我記得他那個民意條 就說什麼 多了很多男性觀眾支持他 說他真是夠man 等等 在這一個位置 他就覺得 嘩 原來其實我是不需要 好像以前那樣假的 其實可以 做回自己的情況 變相呢 就去到這一季 去到中間他直接 耍了手段 真是趕走那些高層那些 他自己想掌管了 但是整個公司架構 我自己是這樣看的 我覺得他的轉變 除了 由本身好益壓到沒有益壓 還有他是 玩多了 即是他想直接參與幕後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 嗯 我們上一集 提到 關於Homelander 也有提過 其實他是一個很需要 愛的人 包括 是 被人愛戴 所以你剛才說得很對 為什麼到最後 他可以 為所欲為 就是他發覺原來 當我爆發自己的益壓的時候 反而這種 所謂真 我叫做 反而這種真 是 會比較 為人所接受得到 於是就成為了他 就是從此以後的想法 那當然 他都 但是他所謂的 想人 愛戴他 和他真正需要的愛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為什麼他對他的兒子 依然是有這麼強的寄望 你想想 如果以他以前的說法 就是 因為其他人 如果他不虛假的話 沒有人愛戴他 但是到 看到他的兒子 他認為這個兒子 是可以了解我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 就是 born to be super power 那樣 但是 原來現在不是的 其他人都會愛戴他的 但是他依然這麼追求的兒子 我覺得他還有對 關於家庭的愛 都是很重視的 尤其 原來大家看了的話 都知道 Soldier Boy 其實某個角度來講 就是他爸爸 因為他就是拿了 就是 就是拿了 Soldier Boy的精子 來衍生 Homelander出來的 他是一個改良型 比Homelander更厲害 理論上應該是 比Soldier Boy更厲害的 Super Hero 阿諾呢? 阿諾怎麼看 Homelander這個角色 錄完上兩季之後 我有想過 其實是否他刻意安排 因為我留意到 今季的雜數有標題 還有一個標題 就是 Only Man In Sky 這部劇 其實只有Homelander 和Storm Thumb 是懂得飛的 我覺得 他透過這個項目 去告訴 或者暗示 大家聽 其實Homelander 很想找一個 窮類 或者是 自己的 自己有 他在那個演說 那裡說 I'm better 他覺得自己是 一個神的存在 一直都是 被這種力量令到他很孤單 因為這個世界 除了Storm Thumb 就沒有人跟他 那麼高那麼大 現在Storm Thumb 都死了 所以我覺得 那個演講 或者其實他是在崩潰 還是 他叫做什麼 表明心跡那 scene 很有power 就是這個影襯之下 襯了出來 因為他什麼都沒有了 原本以為還有一個盤也沒有了 是啊 是啊 我覺得Homelander 今季真的 大爆發 在這個 劇情的張力上 大爆發 我覺得 除了他之外 你們還有哪一個角色 你們是覺得今季是 很驚喜你 或者不一定很驚喜你 但你留很深的印象 因為我有一個答案 Soldier Boy Soldier Boy 說一下 你說一下 Soldier Boy你怎麼看 就是 他又 Soldier Boy就是 Captain America 簡單來說 Captain America 但是他又 就是 我搞到Captain America 很盡的 就是他說 他 又是 Captain America 最出名的是什麼 他是Super Soldier 還有他沉睡了很多年 就出來 他這裡也是 他又說他 不知道被人 雪藏了很多年 啊 才出來 那些思維 還是很老套 他出來的時候 還有呢 有一個方法 我真的 很想笑 有沒有看一幕呢 說他 對著老女人 在那裡打飛機 有 有 他在以前的搭檔 這個真的 玩得好一點 他暗示到 你 是啊 他的肉體很年輕 但可能其實他現在是阿伯 真的很老 他對老女人 有情意見 其實是很正常的回事 我覺得這個 這個抽水抽得 真的 你抽到這樣 但你真的很誇張 這個 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以為他只是描寫到 他是一個 惡霸 或者是那些 目中無人 就是我最大的 誰知道他加了這樣的線 我覺得 嘩 突然很有心度 我覺得這個 好像是 哈哈哈哈 是 Nanny Fucker 是啊 不過我看完劇 有裝一下漫畫 原版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改得很正 因為他漫畫原版是 Solderboy 即是這一代的 Solderboy 是很膽怯的 你Google 他的照片 是會找到一張 賴尿的圖 然後他改到 完全不同了 你看到 這個Solderboy 是很man的 很英氣的 嗯 雖然說 走出來是有型有款 我覺得 改得很好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我覺得 最初我擔心 如果只是第三季 他還要是差不多第三季 中段才開始出來 是 夠不夠時間 去寫好 這個角色呢 如果純粹 以劇 幾集的時間 已經熟得起 這個角色 我覺得 包括他的 他作為一個被冰封這麼多年 冰封了四五十年 或者五六十年的人 他怎樣去理解自己的身份 還有他對現在的美國 是很大的批判 因為他是舊式思維 是的 你看到 紐約那裡走的時候 看到同性戀人 又在瞄咀 是的 其實這套劇 也有很多批判 我們稍後可以說一下 關於這些事情 但是 你們提到 Solderboy 其實我在這一集裡面 阿樂可能稍後想說一下A-Train 但是我稍後想說The Deep 我覺得The Deep好像沒有什麼發揮 他很辛苦地跟他老婆一起努力 去回The Seven 但是 到底他的目的是不是就這樣 達成了就結束了呢 我又覺得他不知道做什麼 整集 整個季都出來搞一下Gat 除了他貴貴都來搞Gat 搞Gat 擔當 我覺得A-Train的角色是什麼呢 他就是呈現一個 沒有能力的 沒有志氣的廢人 他唯一想的就是在明星上 繼續保持自己的碟 但是你看到他這麼多季以來 他基本上 第一 第一 沒有當他是什麼人 這個是第一 就是 都當他是廢柴 第二 就是 你看到 其實去到教會 他是被利用那個 他好像一個傻仔 他是用來被人 做一個 做一個 教會可以幫你改過自身的 一個 一個 工具 這樣 然後 他是被人利用他 跟他結婚的 所以 然後 在選擇這麼多個老婆之下 他明明覺得 有個辣妹 他很想 很想 這個很傻仔 但是到最後 都是被他所謂的治療師說 其實你要的是那個人 然後到了第三季更加多 甚至你想想 平時Seven的開會 是不可以有外人的 但是 第三季 Seven開會的時候 就是當阿Dip都回到Seven的時候 他老婆是坐在一起 然後 是 教了他每一秒 每一句說話 去說什麼 到最後 甚至乎 到最後 他終於跟他老婆罵 理由就是 其實他最想罵的是 跟八爪魚罵 誰不知 令到他老婆真的忍受不了 然後就罵了一場交際 其實你什麼都不是 你看到阿Dip 雖然 吊八爪魚那一下 當然在官能上 大家覺得 哇 很搞笑 但是你看到他 其實 這個也是一個一事無成的人 他所有事情都是要靠 靠他其他partner 他沒有什麼特別志向 還有他很容易就會被自己的本能去影響了他所有的事情 你可以看回他跟其他Seven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的意志力 所謂的意志力 相對是比較低的 結果他就 其實 他所有事情都是 攀附起來的 我為什麼會覺得 想說一下他 他給我的表現印象很深 就是 你看到 Queen Maeve有他自己的目標 就是 甚至乎他的目標是令到自己 很刻苦 改變了他以往的習慣 去令到自己向上 希望總有一天 可以完成他的心願 就是 打倒HOMELANDER HOMELANDER 他突破了自己 然後 ATRAN 在某個意義來說 他突破了自己 STARLIGHT 是突破了自己 因為他最後 甚至乎 他由小到大 夢寐以求 就是BV7 但是到最後 他願意放棄了這件事 唯獨 Deep一直都做不到 他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就是為什麼 我想說一下他 或者我覺得 Deep是一個 任何人指派 他都會完成工作的人 因為有一句對白 我很驚訝 就是他講回 Queen Maeve 那個 聚機的影片 怎樣來 我一開始以為 Queen Maeve自己 收拾了電話 但原來 他是 Deep收拾的 我覺得 其實是 有人指派他 就會做的人 是 他所有事情 都只是聽明白 的一個廢柴 對 但是他最後 其實他始終都是 Seven 又 都說 這個世界 有些高層 其實就是這樣 很難廢 我覺得 你看 The Boys 可以在每一個 scene 每一件事 都可以找到 其實他想 一件事 就是 我自己敢看 The Boys 可能是 yes 批判 yes 簡單來說 他每一下都可以 我覺得 他每一件事 當然 這可能是我自己的折射 你可以看到 就是 我會看到 每一件事都好像 想找一件事 你說一下 A-Train 我知道你很想說一下 A-Train 我覺得 今季 就是Seven 還在生的成員 裡面 A-Train的劇 是寫得最好的 故事才是寫得最好的 大家都 理解 他是想玩 BAD LIFE MATTER 但他同時又 諷刺一下 那些客人 為什麼這樣說呢 中間A-Train 他不是轉過 Suit 然後 我覺得 這個 是不是叫做 憂鬱的黑人 因為 A-Train 本身的Suit 是 藍色和黑色的 藍白 對 藍白白 為何要轉過 Suit 因為 沒有人喜歡 所以想 加上 黑人 非裔美國 非裔美國 黑人 非裔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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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想加上 這些元素 誰知 又被他 哥哥笑 又說 沒有人留意 這件事 我覺得 A-Train 是 黑人的眼光 其實是很白 那種黑人 只不過 在不適合 沒有賣點 不如銷售 我自己是黑人 拿這件事出來 去當作自己的賣點 或者是 一個優勢 另外一個 我覺得 都是笑 這個 沒有東西就找黑人 來拿著 就是 他想要銷售 給Ashley 去銷售 那個 Documentia The Root 就是他想尋根 尋回A-Train 去跟 還有 這一幕 是沒有人買他 連自己都不是很銷售到 他自己的助手 就是 每個人都不買 我覺得就是 笑了現在 可能某些地方的人 沒什麼 但我是黑人 不如拿這件事出來 當作某些高地 去做Selling Point 我就覺得 他一開始是拿這件事 做一些幽默的 還有 最後一個 其實他今季 好像是跑過一次 對 就是跑去 拖著 Blue Hot 然後殺了他 我覺得 這一下跑 又是頗有 力量 因為他一直在糾結 他又不准用 那些超級力量 因為他的心臟 不能負荷 但是其實 之前有看過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其實A Trim 是不一定 可以很快地跑 就是他可以很快地 打人 他有一個 不知道第一季 還是第二季 他拿著Kimiko 拿著Kimiko 的球 很快地撞到牆上 其實他有 其他方法 是可以殺死Blue Hot 但是就是因為他可能想 為他哥哥出口氣 為一些黑人獸的壓迫 他就用他自己最招牌的招跑 去拖死Blue Hot 但是最 最後來最諷刺 就是最 叫做什麼 天意弄人的 就是一個這麼racist Blue Hot的心 就轉移了給他 就是他某部分 身體某部分 都是一個racist 白人 現在變成了 是暗語 我覺得Adrian的角色 寫得很好 因為其實 從頭到尾 雖然他在最初的時候 有一種傲慢 但是 他有一種 他多少有一種善良 你看到很多時候 到最後都是他幫Kiwi 和Starlight手 就是由第一季開始 偷了一些東西回來 然後 就交了一些東西給Kiwi 就是諸如此類 你說起 A Train 和Black Lives Matter 我真的在錄音的幾個小時之前 我正在寫了一篇專欄 就是在說The Boys 3 因為我想不到寫什麼題目 我想著我們既然都會說 我先寫定 我覺得這套戲有很多諷刺 就是他在諷刺的是一些虛偽的東西 我想有聽開節目的聽眾都知道 其實我是不介意平權的東西 就是在作品裡面 呈現一些平權的思想 是ok的 fine的 當然你不要走到很過分 散改歷史 但是大部分的東西 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 為什麼The Boys 3 看完之後 大家會覺得很舒暢 是因為他屌了一些 令人覺得很虛偽的東西 其實 就是BLM這個話題 我猜應該沒有任何一個人 是很 在我認識的人裡面 應該沒有特別哪一個 很racist 就是對於黑人 屌你食肆 應該是沒有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對這些運動 去到現在這個狀況之下 會很反感呢 就是因為那種虛偽 為什麼 譬如 其實原本是都不支持 A-Train的計劃 但是為什麼到最後都要找 Buhok來做回 小型的道歉集會 就是因為形象 除了是說 剛才樂有提過 好像說到一些 無料的人 總之用黑人元素 就可以包裝自己 成為很強大 或者很重要 或者很有型 之外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這些人 全部都是因為虛偽 而The Voice 其實揭示了很多 譬如女同志的話題 好像一說LGBT 就一定要支持 這些都是一些虛偽的狀態 至於關於剛才樂提說 A-Train其實有另外一招 可以很快地撞人 我覺得其實是無意志的 就是對於跟他跑 因為他也是用 理論上就是高速地 去砰他的血 才可以令到他 加快他的速度 無論是用手還是跑 我覺得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我自己看這一套劇 就大約有這種感想 如果以一個個別的故事線 我覺得這幾個都是我喜歡的 反而沒有怎樣看主角那邊 你們怎樣看 你們怎樣看 STARLIGHT 或者是MM 或者是Burcher 他們對於用藥 和不用藥之間的關係 那個想法呢 我先說 其實我覺得 我是會支持MM 的想法上 但是呢 因為MM他堅持就是 我們當初要成立這個 叫做小組織 就是想用我們自己的能力 去對抗這一班Super Hero 但是如果你去剃藥 哪怕你是24小時也好 或者什麼都好 那你就變成了他們一份子 雖然你可能是有辦法 強了 真的打得死他們 但是你不是用我們 人類和非人類的界別 你也不是用我們人類這一邊的身份 去贏的 而且MM他這麼在意 是因為他 他都說好像 他全家都是被蘇珠一波害死的 所以他就爭到 這班Super Hero 爭到一個極點 所以他就更加不會 像這班Super Hero 用同一個手段 或者同一個能力去生存 或者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呢 雖然我說支持他 但是呢 我又很明白 為何要用藥 因為其實去到第三季 你也看第三季 他的故事發展 其實他這麼多年 真是連 Honelander的鼻毛都拋不到一條 你想想他去到這個時候 他會覺得 喂 沒有時間了 你再等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不是他發瘋殺我就不知道做什麼 不如我先下守衛強 反正他都看到原來 那些人用藥這麼強的時候 不如我也試一下 其實他都有掙扎 我記得他第一次用的時候 他也掙扎過 但後來他發覺他用了之後 可以輕鬆地打死那個 那個應該是 Bucky 那個 那個武器座 是 是 蘇者波 在旁邊的助手 他可以輕鬆打死那個人 那他就開始 開始有少少好像毒癮 那樣 有少少沉黎了 但是 但是他 他自己 我想 都畫得很清 就是我自己用一件事 我這隊友就 不想他 好像我那樣 其實 Bucha他雖然是用 但是他都 他是知道自己 為何會被MN說的 但是他控制不了 因為他已經 洗濕了頭 但是如果你是問我 立場上我是支持MN那邊 阿樂呢 我記得是 他 他的需要 是 觀眾都見得到 還有 Bucha 打藥 都很符合他的本性 他知道 他是一個目標為本的人 他要清理所有 超人類 那 哪怕是用什麼招 都好 那麼 打這個會死的針 他都會照用 其實都很符合他的本性 另外就是 阿Heavy 都打 我是覺得 這隻藥是 提升了他的角色 因為 他本身 頭一兩季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這樣 我經常覺得他很煩 我覺得他很廢 很多家都很廢 很廢 又很 原味主義 有一些 我們看了三鬼 都知道那些超人類 不是每個人都是混蛋 就是壞人 那 其實應該是 好像 Bucha 中間又說 因為他們要跟他打 就要降低他們的層次 到他們那麼賤 那麼混蛋 才能打 但 Havy 還有一些道德 他真的是懶抱人 那 到了今季 有了這隻藥 他終於可以嘗試一下 變強的滋味 或者是變得有用 又有用的感覺 因為他中間也有笑 他問Fancy和MM 你要那個很差費的Havy 還是可以處理我的層次的Havy 這樣 會叫他們支持他打藥 因為他們被發現他打藥之後 有些爭辯 我會覺得這隻藥 他提升了他的角色 在隊伍裡面 還有他自己的那個人格魅力 還有我有想過 為什麼Fancy的超能力 和Havy的那個有些不同 就是我自己認為 Fancy是很恨Homelander 所以他打藥 就會有類似Homelander的能力 那Havy是 怎樣說呢 我覺得他有點想 逃走 因為他以往的性格 是 就是肥肥的 又不是很靠得住 所以這隻藥就增加了他的能力 即是他在Teleport的時候 連衣服都脫掉 即是他走得快 快到一個地方 是衣服都穿不下 我自己會這麼契 那隻能力是否屬於瞬間轉移 我上網看好像是寫Teleport的 即是好像X-Men那隻 類似傳送 對 過程 我自己 但我記得阿樂 我們在做節目之前開咪 即是聊天 你說其實你不太喜歡這一季這種狀態 即是Compound V24這個設定 因為令到一些角色可以 一抽一都打贏 那些Super Hero 對 因為我最初看是 因為Bucha打了一些藥 因為我們等了整季才看的 那我又看那些預告 看到Bucha也有超能力 我就會有點擔心 會不會變成整個季 去到硬碰硬 鬥大力 後來又原來是不會的 這樣就覺得OK 所以修正了看法 是啊 是啊 我似乎 我同意 Compound V的功效 是 depends on 那個人的 最少他們去到 研發 限時版的時候 他們是 會強化了 那個角色 即是那個人本身的 個性 譬如Hughie 因為是相對比較協羅一些 所以那個人就會是用Teleport 不被人看見而走得掉的那種超能力 然後 Bucha 因為他也是Homelander那類人 所以他就是要目空一切 可以毀滅一切的能力 而反過來也可以引證 Chimico自己所說的 就是說 我的本性是這樣的 藥沒有令我變成這樣 而是我的本性 使得那種藥 呈現我的本性 可以這樣看回事情 反而 我覺得這個設計是仔細的 另外 你會不會覺得 他 現在是有兩種層面 他是打藥和不打藥 但是他現在呢 是強行弄多樣 就是有個叫二十四小時 的限制 這件事 你們會不會覺得 他是為了 讓主角可以回復正常而設的呢 即是其實 你可以選擇打藥 如你所說 你打算拼射一搏 打了一輩 會不會這樣是盡一點呢 譬如 你要不就打 要不就不打 打了一輩 但是他現在有個二十四小時 這件事 就變了很多酒盞給他們 我只是覺得 我同意你的說法 但是 怎麼說好呢 這個位置會 我覺得你這個問題 挺有意思的 如果 如果代價是再大一點的話 那你打不打呢 是的 我覺得 這個是有趣 而且 也更加 更加能夠回應 他們最初很恨 為什麼會打藥 或者不打藥 這種概念 因為 如果你其實都可以 變回原本的狀態 只不過是 你會早點死的話 你的包袱會少很多 但是 如果你一打完 就永世的了 那你就真的變成他了 那你還打不打呢 我覺得 這個道德 討論 可能會 或者是那種包袱的 爭拗會更加大 即更加值得討論 但是他在結構 但是他如果純粹在 在故事的結構上面 我覺得他解釋得很好 因為這種藥的設計 是有助 去將 他們的士兵 即他們的產品 變得更加 消耗化 令他賺更加多的錢 我覺得 他背後 你剛才提出的點 我覺得很有意思 但是在故事上 他解釋得很好 令到這件事發生得很合理 看的時候 會覺得沒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 到你現在提出的話 我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考慮 我就沒有這個想法 因為 他 有靠卡通 不知道是否外傳還是 spin-off 有解釋過 有解釋過 成年人是不可以打Confirm V的 純正的成年人 打Confirm V就會 頂不住 那隻藥 會變K型 之類的 所以 那套東西是 在第三季前推出的 他沒有立過這套說什麼 所以就沒有了這個疑慮 沒有了這個問題 因為我有Amazon Prime 所以我看 它是一些單元故事來的 每集都 有一段故事講一下 然後就可以去下一集 但是它組成都可以變成一個你想知道的東西 另外就是 都分享一下 我們 對 你對這套劇的 有沒有什麼 很Iconic的項目 你們都看到 或者看到 想分享一下 我想問大家 如何看第六集 這個 這個很傳奇的 這集 性愛派 竟然可以 放得出來 我覺得 亞馬遜這個平台 不可多得 其他平台 可以學習一下 我覺得 還有我記得 我也是在亞馬遜 Prime 看的 它沒有什麼年齡限制 不是 那集十八家的 它會說 它會有一個 好像很假的警告 是的 有一個警告決刺的 說什麼什麼的 但是其實 你按照按照就看到 它沒有鎖 它沒有鎖 你的意思是 沒有家長鎖 你的意思是 是的 沒有那些 因為我開始看 我覺得奇怪 其他集數沒有 剛才 你所說的 那一段 突然想 為什麼這集 有這句 特別 一開始我想 會不會這集 更暴力一點 有些 爆頭爆腸 原來 它的 警告是警告這些 性愛場面 我覺得那集 真的很搞笑 整個場面 都是很搞笑 第一 如果聽眾沒有看 我們說一下 它就是說一些退役 或者現有的 現有的 超級英雄 會有一個 俱樂部 那俱樂部 就是 有一些 瘋狂的 集體 性交大派對 那樣 什麼都可以玩 是的 其中一段 很好笑 糟了 哪個 是不是 MM MM和誰一起去 那時候 是 和 STAR 走去的時候 街上有一個人 開門 那個東西長得 好像恐龍尾 那麼長 然後 想撩 MM 你不要搞我 然後 因為MM 穿著一件 皮褲進去 某個位 被人欺負 好像欺負到精液 在身上 那個 MM 鑽完進去 人家 然後 全身濕透 是 然後 他就這樣 被人欺負到 那件外套 就是 被人欺負到 被人欺負到 那時候 你打算 去洗 一打去 自殺 然後有人射掉 一堆 好像 怎麼說呢 大笨匠 多屎 那麼誇張 噴射的精 搞到他全身都是精 然後笑到 很誇張 他很誇張 那裡 那裡 還要是 他不是光 普通的性 你只看畫面 他是男和男 也有 女和女 也有 然後 有些 有些 剛才 有一個 長渣 我記得 有個位置 他在搞女 然後 我突然間 總之 跟他們的超能力 有關 用精神力量 搞女 之類的 他是很符合 那些 超能力 會用自己的超能力 發射性方面 其實那種官能刺激 不是光有些 大波妹 等等 你看到 那些人 到底那些用什麼能力 什麼 我 我覺得 真的很 我沒有想過 他會這樣表達 性愛 那裡 另外 他突顯了 他們的 那些人 你那些人 有些 兇有一番能力 就用來 隔壁 全部都走 我覺得 另外一個場面 很好笑 話說 因為剛才有提過 Hiri本身就是 Telepuff 但是 因為他一發動之後 連衣服都 但是他的衣服 是跟不上 一起走 你當是他的能力 按鈎在 沒有辦法 可以令到他的衣服 一起走 於是 去到那個 性愛現場派對 其實一點都不行 因為那些人 每個人都不穿衣服 很合理 反而穿衣服 是不合理的 然後 撞到A train 看到A train 然後 A train 看著他 原來 你也有 加入這些地方 我覺得 這段 很好笑 但是之後 他們兩個的關係 是 我覺得 解釋了 由第一集開始出現的問題 因為那時候 A train正正就是 開始 有些想洗心革面的 心態 其實 當A train 問他 為什麼你都來這裡 Hiri 我覺得其實他是 夠了 他只是為了 隨便想 灑走A train 他說 你還欠我一個道歉 然後 A train 是很誠懇地 故意脫上太陽眼鏡 我覺得 這是一個禮貌 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禮貌 讓他看到 Hiri 看到自己 雙眼 然後 真的跟他說 對不起 我覺得 那一下 解了一個很重要的結 對於Hiri 也解了A train 一個很重要的結 也都回應了 好好地回應了 我最初以為這件事會沒有了 如果 只是看頭兩季 或者看到第三季 你都沒有想過 他會 這件事還會拿來 有後續 誰不知 會在這裡 為了這件事 第一季第一集 A train 撞散 撞到 Hiri 當時的女朋友 粉身碎骨 那一件事 會畫上一個句號 所以 雖然整個劇情 是很 很瘋狂 但是那一節其實都很深刻 嗯 嗯 你說開A train 我想回一回帶 就是 這季有一個 是很 記憶很深的 就是Homelander 走過 看到A train 喝奶 然後喝酒 他 我覺得 這一幕做得好 就是 你一來會看到 Homelander 那個 全家產的性格 二來就是 Homelander 說的 你會看到 Hm 是幾受他的病困擾 就是 他是 自暴自棄都 吃蛋糕 吃 狗睡 會飯 然後又肥到 糟糕 被Homelander 吵咬他 我覺得這一幕 是 很簡短的一幕 但是 他有很多資訊 他有改變之餘 他中間也有這部 我記得他 中間也有一個 好像 那個什麼 明日之星選舉 那些 《全民造星》那些 那些 然後有個 Starlite 以前的男朋友 是贏了 你還記得那個 是 然後他拉攏他的 但我沒有想過 那個人 下一幕 就被Homelander 打死 但原來他被Homelander 打死 是A-Trade 暴寸的 A-Trade 也是 很努力去 挖住 The Seven的地位 其實 他是Homelander 那隻狗 另外就是 關於 我自己看 我剛才說 在這部電影 你真的可以每一個 事情 你都可以想到 他應該是有些事情 是想諷刺的 我自己 對於 當 Starlite 看到 Soldier Boy 在城外大派對 裡面 玩大爆炸 然後殺傷了 很多很多 的 超級英雄 那一幕之後 他就決定放棄了 Seven 的 七巨頭 地位 然後做Live的時候 就說 其實這件事是怎樣 爆炸了 其實 是一群 混蛋 諸如此類 所以 就造成了 美國民間 對 超級英雄的 一些看法 還有一些分裂 之前已經有了 但是 關於 納粹 因為 暴風呂 是納粹的 一些繼承者 上集 我們有說過 所以 我覺得 這個可能 那個表象 或者那個現象 都沒有那麼誇張 或者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去到這裡 我覺得 這一次 就是說 美國民眾的分裂 有些 是指控 或者指向 Donald Trump 導致到 現在美國的 那種 分裂狀態 其實 有很多 美國的 精英 階層 或者 比較中上層的 社會的人 以我所 看回來的 一些資訊 是普遍 尤其是學者 普遍 是 反對 特朗普 或者很討厭 特朗普 但是 也有 不少的人 事實上 因為特朗普 是一種 虛無主義 在他們的 在他們的 國策上 他只是說 就是 美國 美國 總統 但是 其實 他 沒有 像以前的 美國總統 那樣 期望建構 一個新的 世界秩序 所以 在國際秩序上 他是一種 虛無主義 就是在國際秩序上 但是 他是 所以 你看到 他相對 有一些 整體 對於 美國人自己的 形態 所以 我會覺得 Homelander 多少 某些狀態 或者 他的意識 是可以 投放到 特朗普 上面 所以引致 美國民眾 就是 在劇中 美國民間 撕裂 我覺得 多少 都是在反映這種 當前的美國狀態 你們 有沒有其他 關於第三季的 內容 還想分享一下 因為 我們都差不多 尾聲了 都差不多 但我想說 我們剛才說了 這麼久的角色 但我不知道 外面 可能看法 跟我們不同 其實有一個角色 很受歡迎 在外國 就是 NOWA 就是 那個 那個 整身黑衣 黑頭 扮演蝙蝠俠 的那個 扮演蝙蝠俠 也扮演蝙蝠俠 也扮演蝙蝠俠 是一個 為何我覺得 我會有他出名 因為我 有玩 一些 其實 這套 現在都有很多 周邊商品 但出的最多 一定是 Homelander 譬如一出,第一彈一定是他的 現在有些會出《Bucha》、《Starlight》 但其他角色都未出之下 竟然他會是最快出的就是這個都說的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美國那邊 是挺喜歡這個角色的 但我其實特意做功課 我看回第一季、第二季 其實我覺得他的存在感很薄弱 但去到第三季 其實只有一、兩集 突然間被他翻山 用一些卡通人物 其實李家騎是他精神分裂的 他看到卡通人物跟他說話 可能某程度上他以前被蘇珠打到瘋了 但是到了他死的那一刻 我都覺得他沒有太亮眼的表現 所以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這麼受歡迎 對於我來說我一直都想不明白 你們覺得這個角色是否吸引 我自己覺得他表現機會太少了 我想他受歡迎是真的 因為好像在Twitter上 有看過那些新聞 是說下一季會有 那些角色會出現 但是面具裡的那個人就會不同了 那他死得禁死都要出現 那個角色出來 他就相當受歡迎 但是你說發揮 其實我覺得很大程度 那些人可能是偷看了那個漫畫 原火結局 就是有了一個期待在後面的 所以才留在那裡 第四季呢 你們有什麼想法 對於他的發展 是否應該結束了 是否是最後一季 沒有說 但是說收到第四季訂單 嗯 應該是直接開拍的 不再等了 直接拍的 我想他在第四季呢 我覺得 即是我個人推測 可能他會再洗白一點 HOMELANDER 即是呢 以一個角度來講 HOMELANDER就是反派 對啦 但是他一個反派 怎麼可以轉為正派呢 就是你多給他一個反派 給他打 那這個反派 某程度上 就會成為一個間諜的正派 但是我已經找到 那個最終極的反派是誰 應該就是 他的兒子 我覺得是 他的兒子應該會黑化得很厲害 在第四季 嗯 我也覺得下一季 他的兒子是重點 還有我覺得 下一季 他應該是 FORG的參與度 應該會比較少 就是他 他差不多 The Seven都死了 還有他 就是他 最Iconic 的HOMELANDER 就是後來 他最後殺了個不喜歡的人 我覺得這個 才是他 代表他正式脫離了這間公司 就是他由 在這間公司的其中一個Heroes 變成了是做個人崇拜 那我覺得他下一季的公司 我覺得是 可能會倒閉 或者他 因為 VITORVIA 選了副總統 可能會跟回 漫畫書 諷刺多 事弊 或者政治多一點 不過我覺得 他應該 應該會一直拍下去 因為他有一個衍生劇 有一個Gen V衍生劇 應該都沒有那麼快 要帶一帶他 可能多拍兩三季 我想 似乎大家的估計都很接近 因為 我看新聞都說 預計 Ryan 即是HOMELANDER的兒子 下季就會是 很重要的角色 然後 我其實 有一點 失望 對於第三季沒有緣 因為 我以為 第三季是 最終季 所以我覺得 竟然是 這樣 好像你們 一開始說 原地踏步 有點浪費了 但是 整體第三季 我是看得很 即 我覺得那種 追劇的感覺 甚至乎 比 Season 1 和 2 都還 要強 對於我自己來說 你們呢 你們覺得 1、2、3之間 是 哪一季 會 你自己 最 看得最 興奮 其實如果我 當然第一季 一定是最震撼 但是 第二季 其實我覺得 他中間也有點討厚 他是去到 打 Storm Fund 就叫做刺激 反而這裏 第三季 我就 覺得 他 對於人物的描寫 就更多 因為 你細心一點看 其實他基本上 無論是 政派反派 其實個個都有精神病 個個都有 心理病 或者叫做 你想想 MM 他有強迫症 然後 Super Hero 那些人 他花了很多時間 去說 他們其實在面對自己的精神問題 其實我是很喜歡的 我唯獨是覺得 他有一些高潮位 就是 安排得不好 正如剛才所說的 整季最高潮的位 就是 聖派對那一集 有聖派對之餘 還要你記得那一集 最後是他們幾個 開拖的 Souja Boy 和Bucha 兩個甲公 Homelander 還要是歷史性地 這麼多季 Homelander 第一次打輸 敗走 其實我覺得那裡 反而 其實我覺得去到這麼高位 你去到最後那一集 他那裡打 不是不好看 是很拖離大水 怎麼一個行為 令到Bucha 又說放棄了之前的約定 又要倒轉槍頭打 我只是覺得最後那一集 是處理得很差的 但如果不是 其實整季後 我都覺得OK的 尤其是你對那些角色 已經有了感情 你繼續看他發展下去 他不是寫得很差的話 就像你所說的 追看性是大的 我覺得這集 你一邊看一邊看 覺得有些事情發生 你只不過去到最後那一集 發覺 是那一刻有點失望 其實其他那些都OK 其他那些集數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我也是類似 第一兩季的時候 其實中間也有點悶悶的 或者是沒有那麼高潮 但我覺得第三集是出色 每一集都很出色 其實我一看的時候 很期待Soul Jack Boy 是幾月出來 因為我也不太喜歡 他半季才出來 但他又很厲害地 現在只有半季時間 但他建立這個角色 建立得很好 即是他 不是很多劇情 但他透過他的對白 平時常是串嘴 他可能會做的事情 會說 一些批判 整個角色其實都很立體 這麼小時間都可以建立到 其實我覺得挺厲害 即是集集都有他精彩的地方 但最後就是差一點 最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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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Johnny提出的 想問的 有沒有哪一個 超級英雄 你特別想 The Boys會出現得到 即是可以 用來惡搞的 我有 我想他惡搞一下 Spider-Man 因為其實你這麼多 一個這麼紅的 其實 沒理由沒有 Spider-Man 即是你說有 Super Power的話 但是 如果你給我 即是假設我是偏奇 我會 可能寫到 Peter Parker 是 很色色 經常用一些 超能力去偷看 這些 女人 或者偷底褲 那些 是 阿諾呢 阿諾有沒有 我也不太想到 因為他出的 都挺多 不過我是很喜歡 他 我搞了《夜魔盒》 第二季 是一夜拍死 一夜拍死 他 我覺得他玩 他出的 很多 因為有些 太超現實 可能他就出不了 例如你說 他想 我搞《Doctor String》 可能 就太超現實 他出得到 我都覺得他差不多出了 就是魔法 我搞《矮人》 那個也是瘋子 為什麼 《矮人》那段 真是笑得很糟糕 大熊 大熊就是在某個 particular 他就位處於江門的小腸 那些叫什麼 大腸 那頭 在那裡用來盡性愛 相當之有趣 我覺得我想他玩的 我都看到他玩 我都覺得他玩了 所以我沒有特別 還有哪一個說 我很想他惡搞一下 但是我覺得 看著他們玩都覺得幾滑 其實到現在 我是有點興趣 他想買回整套漫畫回來看 不過很貴 每期都二十多磅 他現在有六期 我要花一百三十幾 一百四十磅才可以買得到 好像有點貴 你買Digital Digital 我覺得有時候 我始終看漫畫 雖然我現在 比較多時間 需要看Digital的漫畫 但是如果有書 我還是想買 因為我快要搬 我不想買太重的書 可能我遲一點 到我搬了的時候 我就會 立定心腸的時候 我就會買回整套 The Boys回來看 好 那有沒有什麼補充 沒有 好 那今集 The Boys的Season 3 就講到這裡為止 下次的American Fight 再跟大家見面 是這麼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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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